首次上稿 14点33分更新时间 18点41分 记者由太郎、罗天斌、吴生如、于兆福、于恒、王锦义综合报道 空军花莲基地独立12侦察队2架F-16战机 已于下午1点43分参加汉光演习 飞往东北部基隆附近空域途中失联 空军查证后证实是掌机失联 原本一度传说2架F-16战机失联 经查证 辽基已先行在下午2点40分返回基地 令掌机疑似在暖暖山区失联 基隆市消防局已待命搜山 空军司令不禁 4、日表示 本属花莲基地EF-16单座战机 机号6685号 下午1点9分由飞行官吴燕廷少校于北部空域执行演训任务 下午1点43分光点消失 空军已启动搜救机制全力搜寻 据了解 由于战机疑似在基隆山区上空失联 加上也有民众听到有巨大声响 疑似是在基隆暖暖山区撞击 军警销人员已紧急进入山区进行搜寻 新北消防局指出 一名登山客下午3点多报案 称位于瑞芳五分山登山步道3.1公里处 发现飞机残骸 疑似为喊光演习坠机残骸 下午40曲 机市消防局暖暖消防分队人员回报 在五分山登山建航步道 发现100公尺长滑坡及飞机残骸 且有看到狙击用的阻力散骸挂在树上 但未发现飞魂五雁亭人影 搜救人员正全面搜索中 搜救人员发现 北纬25度04 12.7 东京121度46 33.6位置点 有斩机残骸 大批树木被大型武剑 研判雷战机 撞击 研判雷战机撞击点 现场已经疑似失事战机飞观 吴彦平的少校兼章 联合搜救小组下午5点7分 派人从撞击点垂降下70到80度 陡坡山谷搜寻 空军第五连队傍晚在花莲基地 说明这架战机今日飞行任务 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王淳雄中将表示 现场发现飞观的尖章衣物碎片 研判吴彦平在飞机失事前为跳伞逃生 傍晚6点多 搜救小组在实事现场发现两块肠 宽个约三公分的疑似人体肉块 另传出找到内裤等衣物 均有鉴石人员鉴石中